花蓮市公所举办的板石文化节 与星期五起一连三天在好客文化会馆登场 除了近50摊的市集外 还有认识板石闯关活动 亲子料理 以及在地表演团体 街头艺人演出 活动竞赛可其 市长欢迎市民朋友假日来走走 用行动支持在地小农 花蓮市公所举办的板石文化节 11月19号下午开幕 由飞旋舞蹈团收东西为活动来揭开序幕 市长温家贤感谢农粮署支持 让在地小农由舞台K马自家的产品推销出去 也让民众可以发现客家文化的魅力 这次也要谢谢农委会 跟花蓮县政府的一个大力协助 让我们可以在农粮署争取到不同的经费 让我们这次在办理相关的市集活动 其实我们的活动是一系列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周的五六日 都有一个不同主题的活动 在原客市集 我们把原住民跟客家 最特别的一个手工艺也好 美食也好 把它集结在一起 那无非也是希望创造更多的平台 让更多的乡亲朋友 可以一起来品尝 那我们看到 我们也带起了很多乡镇市 来做相关市集的一个风潮 这几年来 我相信 这些市集的朋友 有一个很棒的舞台 我们更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朋友 看到花莲客家的美 从花莲市浩克开始 深入到北区 中区 南区的 我们各个客家庄 让每一个客家庄的文化 都能够被看见 被呈现出来 华莲市公所 板石文化节 有将近50个摊位 分为板石主题区 美食区 还有文创商品区 包含了各类在地农特产品 文创艺术 客家美食等 一连三天 不同时段还提供各式客家美食 让民众可以品尝 乡亲只要完成闯关 绘图 打卡等活动 就可以兑换点心券 同时还有精彩表演 以及客家点心 亲子手作DIY 三天的板石文化节 好吃好玩又有趣 欢迎民众保护机会 来到花莲市公所周边逛市集 介络会欢迎市报导